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时刻的丢球也让国安球员把到手的三分变成一分 在击分榜榜首的优势也减剩一分 除了打进乌龙球之外 雷世豪还在比赛最后阶段和对手发生争执 当时他的突破被深花球员拉倒 随后他一站起来 就向着对手扑口大骂 差点还引起争执 这不仅拖延了北京国安的进攻时间 而且还直接拉低了 玉林军的整体素质 短短五分钟的上场时间 维世豪就强势抢进成为场上主角 他的这角色门很可能影响到国安今年争贯的最终走势 所以许多国安球迷至今都无法释怀 他们纷纷在国安官博下面抛轰为少 有球迷说道 维世豪请主动离开国安 施密特不要再让维世豪这样的球员上场了 他适合马街 不是合踢球 维世豪的精彩车门 我就不说啥了 我想说的是他最后的三话讲得很溜洋 国安真的不欢迎这种球员 在后作为维世豪老乡的国族前辈李毅 也对他的表现做出批评 安徽人性格都很直率 但从不胡来 性格不敢难成大器 虽然有着一定的天赋和个人能力 但维世豪的情商以及球伤都还相当欠缺 尤其是他火爆的脾气 作为曾经的北域中超最强有二三球员 不知会否经死之后就毁了他生涯 与三位 俺认识你 我现在身为有什么大器 类似的